女性相对内敛,矜持,不善于表达感情 因此经常会忽视男人对于情话的需求 在人们的观念中 甜言蜜语似乎理所当然的应该用男人来说 但你是否知道 男人对甜言蜜语的期盼和喜爱毫不亚于女性 下面告诉大家男人最爱听的几句情话 一,我尊重你的决定 也许你会大颠眼镜,这也叫甜言蜜语 没错,对男人来说 这就是让他四肢百合,舒畅无比的贴心的话 女人很受用的情话可能对他们来说有点弱麻 但他非常希望能亲耳听见你对他表达支持,理解和信任 虽然听上去有点老套,打关枪 但是只要你在关键时刻说出来 一定能让他感受到慢慢的爱意 二,你真帅 就像女人希望男人是自己的魔镜一样 在他心中自己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 男人也希望在女人心中自己的帅度是number one 如果某个早晨他起床之后无精打采 根本无心性对一整天的工作 不如过去亲手帮他整理一下领带 发自内心的告诉他 你真帅,绝对能让他重拾信心 三,我相信你 对他说这句话的时机 不是他正在思议低潮中的萎靡不振 就是你迫切希望他为你做某件事的时候 这句话真的很好用 无论作为强心计 为他做坚实的后盾打气 还是小皮鞭软中又硬的命令他 都能把你希望传递给他的力量准确无误的送达 不过别多说 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候开口才管用 多说就不灵了哦 死,我就在你身边 既然是甜言蜜语 当然不能千篇疑虑 听上去都差不多 如果每次都说那几句 即使不爱挑起的男人也会感官疲劳 当然也不用挖苦心思去拼命想 稍微换个花样就能让他高兴 这句话能充分表达你对他的忠实度 其实男人也经常需要吃定心丸 许,别告诉他,你的小心机 五,我在听 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同的沟通方式 注定了沟通角色不同 大部分时间男人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 然而在他认真希望表达什么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句话证明你的认真恳切 此时如果忽略他的感受 会严重影响感情的信任度 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尊重就在此时此刻 一句我爱你就能抚慰他的心 专家指出 沟通两人的夫妻情绪 健康指数较高 不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 爱情需要经营 需要浇灌 不仅仅是男人单方面的付出 更需要女人偶尔的小浪漫 小情调 经常表达你的爱意 男人就会给你更多的回报 爱情就是这般 你有情我有疑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